這是我一個醫生的朋友 而且他是曾經當過神經科的主任 還當過皮膚科的主任 那很不迷信吧 但是我這朋友不一樣 因為他有靈異體質 所以他其實早上去修煉 下午他才有看診 那有一天呢 所以他做神經科的時候 他可能比較有一個基礎去判斷說 他是真的神經的問題 還是靈異事件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有一天我去他的診所 他一直在那個後面 那我就跑過去看他 他在幹什麼 他在燒一顆石頭 我問他說幹嘛沒事 在瓦斯爐上擺一個石頭在燒 他說這個石頭裡面有鬼 我說是什麼狀態 他說因為那天我去休假 我去那個陽明山賞花 然後接下來就想說 從那個巴拉卡公路 下到北信中 結果怎麼開都開不出來 後來他發現有一顆石頭裡面 是就那個石頭裡面 有個鬼在搞鬼 他就很火 他把那個石頭帶回家 帶回家 帶回家不好吧 帶回整首了 沒有帶回家 然後就在整首的後面 在燒石頭 我這個朋友很有趣 就是說他其實那個 看起來是西醫 但是他的刑徑裡面都不太像西醫的刑徑 但是他是有修煉的 所以把石頭放在瓦斯爐上燒 或是可以炸鬼的 他有功力 不能亂炸 要有功力才行 平常就要多念佛 有功力才行 再來看看有三條路 您要來這兒一定要特別的小心 對 甚至有人 其中有一條路是被列為 十大詭異公路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公路如果詭異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吉隆坡呢 有一個駕駛 當時呢 他開車 然後呢 他要去這個水壩附近 沒想到開著開著 四下 黑暗不見五指的情況下 竟然看到了一個穿這個 卡巴亞傳統馬來西亞服飾的女子 好 可是這個影片是持續的 我剛剛看到他穿紅上衣 花裙嘛 走了嗎 會不會你確定 總共說車繼續走了吧 車是繼續走 前進中嘛 那那個人應該也走了啊 一定的啊 如果他是真的人的話 但是沒有多久 他又出現了 又來 那這個畫面 因為行車紀錄器 他是持續的在走嘛 那怎麼會 剛剛隔不到十幾公尺 他又出現了呢 好 那連續出現兩次 駕駛已經開始覺得毛了 是 結果沒想到每隔多久 又出現一次 對 那難道他會分身嗎 那還是他可能是 來自於另外一個世界 最恐怖的在後面 還有 因為接著開著開著 他直接出現了面前 轉過來了 你不理我是不是 那我直接在你面前出現 好 不過這段影片 他當時 轉過來了 在馬來西亞一擊很大的震撼 變為台灣十大詭異公路的 第一個 我要講的是瑞巴公路 瑞巴公路位於新北市 連接瑞芳跟巴渡之間的一條公路 這是一條老公路了 面寬七米 竟然查發生車禍 來 我們首先講 很危險耶 2004年這起車禍最詭異 而且這起車禍 我有去採訪 我要講一個 我們看板上面沒提到的事情 是 我先講這個車禍 它發生在凌晨 大概六七點 當時有一台遊覽車 遊覽車載了旅客 你看看遊覽車的畫面 那時候撞了支離破碎 它為什麼會被撞 是因為它當時在這邊 一樣也是 在轉彎的地方 突然前方來了一台 混凝土浴辦車 那台混凝土浴辦車 疑似跨越了雙黃線 砰一下 就直接跟遊覽車對撞 兩個司機 都不幸 被夾死在裡頭 然後遊覽車上面的這些人 全部都飛出來了 很多人都飛出來了 兩死二十三受傷的一個車禍 可是我去採訪的時候 遇到另外一個詭異的事情 當時這個路段 很多人就講說 你曉得嗎 記者記者我告訴你 這個車禍發生的前三個月 還有一個老夫人在這邊 也是被這種大車 好像是拖板車 當場碾幣 沒想到隔三個月 又發生車禍 那我們正覺得說 那這個可能也許 可以列入報導的一個內容 講完沒多久 隔五分鐘 看到一台救護車 翁翁翁翁過去 沒有停下來 繼續往前走 那我們就覺得說 它是不是錯過地點 因為這邊才是傷患 你知道原因嗎 因為剛剛 這個車禍發生完畢之後 有一個女學生 她還載了一個朋友 然後騎著摩托車經過 一經過這個車禍現場 那個女學生突然就 意識陷入了一個 很奇怪的狀態 五分鐘之後 撞電線桿 一樣重傷 天啊 當時在音樂裡頭 醫生已經列為 就是說他這個有生命危險 只是經過車禍現場 就這個車禍 一個2014年的油爛車 跟這個水泥 混泥土浴板車相撞 竟然會連發出來了 三個月前的車禍 跟當場五分鐘後 又發生一個可怕的車禍 還有一個 那個地方你會發現 有去過的人就知道 那附近有一個第七公墓 我先問一下林老師 所以車禍現場 特別是重大車禍現場 不會安定的 會很亂 會很混亂 那你混亂的話 你自己再進去 你越 你知道嗎 你越怕 可以唸六字大民眾嗎 你越快的時候 你會越怕 你慢慢走 所以 越走越怕 越走越怕 看蘇東坡說 莫天穿你打野生 那麼何妨 林校寫徐刑 對徐刑 徐刑就是不怕了嘛 是 所以慢慢走 不一定要繞路 心跑聊天就好 心跑要聊天 對 好 那因為他們講 那邊的車掃 路又彎 所以就常發生死亡車禍 那有時候 那些院呆留在那 他可能就會壓不住 好啦 那這時候就會找一些什麼 宗教人士來做法會 民國79年 2019 大概差不多 90年的時候 維絕市的一個住持 他就帶了兩個和尚 師傅 再加上一個信徒當駕駛 四個人開著車 然後從瑞巴公路 一樣也是經過第七公墓 然後要去那邊做一些法會 經過第七公墓的時候 那位住持 突然聽到有人跟他講話 兩個和尚還不錯 留住他一條命吧 他聽完命之後 他心裡想 我來看在車內 車內空間那麼小 誰講話 他應該也看得出來吧 沒有人張嘴巴 而且他兩個師傅 他的聲音他應該認得 信徒也沒講話 好啦 他就說不妙 馬上跟那個駕駛講 他說我剛聽到怪怪的聲音 我跟你講 我覺得怪怪的 心頭了好聽 你小心開 才講完 小心開 結果車子就剛好直直走 遇到一個彎道 遇到那個彎道 結果沒想到 就突然視線死角 出現了一輛大車 蹦下直接攔腰 撞上他們開的轎車 當場死了兩個人 那 前面的一位師傅死了 還有一個駕駛死了 那後座 就是住持加另外一位師傅 就沒有命上當下 然後被送到基隆長根 這麼巧 他剛不是聽到說 兩個和尚還不錯 留他一條命嗎 就這兩個和尚 就保住了命 那後來他就覺得 這個地方真的怨氣很重 後來在自己 他出事的那個路段 他就每年都會去那邊做法會 我們再來看看第二個被大家用路人列為覺得是很恐怖的公路 還有在西濱 西濱的彰化路段 彰化路段2018年曾經發生一個很詭異的車禍 當時一台貨車 他經過那邊之後 蹦一下撞到護欄 撞到護欄 車子反彈撞中央安全島 請問這樣的車禍 各位 有這個駕駛經驗都知道 應該駕駛還好吧 如果再怎麼樣 可能也是會被夾在車內 對不對 不對 駕駛不見了 不見了 好啦 那時候現場所有人去看 就覺得舊男人覺得太詭異了吧 為什麼 因為現場有人說話了 唉唷 真的詭異啊 因為前兩年同一個路段 也是發生有車子 撞護欄是個大車 撞護欄之後駕駛也是不見了 結果後來發現摔到橋下面 命上橋下 好 OK 那這樣大家就知道說 那原來那個不見是因為摔到橋下 可是現在兩年後的這個貨車車貨駕駛不見 是去哪兒呢 車子在中央分隔島 人總不會去橋下吧 當場的 現場的人當場就跟他講說 嗯 我們覺得怪怪的 你還是去看看吧 嗯 去橋下發現真的貨車駕駛死在那兒 慧民你的故鄉就很熟了喔 觀音山附近 如果從山下往回那個大學的一條山路 他們說被當地的一些學生和在地的民眾稱為叫觀音地獄路 啊 好 我是引用當地人的說法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原來那條路其實只不過就是十幾公里 二十十分鐘的車程就會遇到 幾公里的路喔 抱歉 不是幾公里 幾公里的路十幾分鐘的車程就會遇到二十幾個彎 你平均你現在看到鏡頭中畫面這個 你不覺得很恐怖嗎 因為很多學生在那邊 他趕著要上課也好 或者他要趕著晚上回宿舍的時間 而且年輕人速度就是要快 當然啦 這個我們學生知道他們都很辛苦啦 只是說當地的學長姐就講啊 說這邊其實過去發生不少死亡車禍 但是呢 不管怎麼樣會生會影 我問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這兩個 一個有公布 一個有納骨塔 而這個呢 則是發生過離奇的車禍 接下來就可能再發生第二次離奇的車禍 對 在學校附近啊 就總是會有一些奇怪的一個傳說 學校裡面的啦 宿舍裡面的啦 學生活動裡面每次要辦露營的時候 這個傳聞也很多了喔 到底是傳聞還是真實呢 齊悅這是你的真實經驗嗎 其實那個時候是我剛退伍的時候 那時候有帶一些就是高中 他們的童子軍啊 或是公民訓練 格宿露營 那有一次在烏來那個地方 它是一個童子軍的一個活動 那整個的露營區呢 其實錄影活動當中會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員來辦 很多各式各樣的活動 尤其最精彩就是螢火晚會 到時候大家就是有著螢火啊 帶動唱啊 唱歌跳舞 結果呢 突然在帶動唱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女生 她高二 高二的一個小女生呢 就昏倒 昏倒之後馬上就有人報 說有人昏倒 有人昏倒 大家趕快回去看 趕快就把她扶到 就是摻扶 把她就是報到那個醫務室 因為每一個營區都有一個醫務室 醫務室那邊 他們護理人員就會幫她照顧一下 後來呢 等到她昏倒之後 醒過來之後 就看到這個女孩子呢 就不太對 為什麼 因為當時呢 她這個女孩子呢 在根據他們那個小隊的那個輔導員說 她平常是一個很柔弱的一個小女生 說話很細 很小 而且個子非常嬌小 結果她醒過來之後 就變成突然情緒非常激動 而且她的臉色是那種發青 然後整個聲音變得很粗 力氣非常大 三個男生要架 她架不住 她的力氣變得非常非常大 而且她一直呢 在抓她胸口 她胸口有一個那個護身符 是他們家裡面 他們家在三寵 三寵有一個宮廟的一個護身符 她一直要抓她那個護身符 但是那護身符的紅線呢 其實蠻緊的 她就這樣抓抓抓抓 抓到這脖子這邊都有那個紅色 紅線弄出來的紅痕 她就一直說不要抓她 不要抓她 讓她出去 後來呢 好不容易讓她情緒比較穩定的時候呢 當時就是有學長就說 那不然旁邊我們露營區附近呢 其實有一個廟 那個廟呢 拜的是那個就是王爺 拜一個王爺 然後就說去那邊拜拜好了 就把她呢 就帶了她到那去拜 拜拜完之後 好不容易回到了衣物寺 她的情緒比較穩定 她也就睡著 她睡著之後 隔天人起來問她到底 昨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說她昨天晚上其實她就是很正常的就是去做 就是營養晚會 就跳到一半的時候 她突然 她突然覺得很不對 突然覺得眼睛前面呢 整個場景都變了 前面本來是營養晚會燒了一個一個柴火對不對 她說她看到的不是燒柴火 看到燒的是一具一具的屍體 然後看到之後就嚇昏 結果她媽媽呢 大家知道了之後呢 馬上 二話不說 馬上帶她女兒呢 就到他們家附近有公廟 因為他們家幾乎就是初一十五非常虔誠 她媽媽都會去拜 她一進去那邊之後 她把她的女兒帶進了那個宮的時候 一進門那個宮柱在喔 宮柱她一進門的時候 宮柱馬上起床 為什麼那個宮柱本身就是有在辦事情的 她馬上那個起床之後呢 就是整個跳起來 然後那個高中的小女生呢 看到宮柱整個起床之後呢 居然用了一種就是那種台語 而且那個女生台語不太會講 她講了一個非常留意的台語說 妳要幫她做主 妳要幫她做主 就是她拜託那個宮柱 妳要幫她做主 因為後來宮柱問她到底什麼事情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那一個附在那個女生身上 她是以前在附近玩水 那不小心溺斃的一個亡魂 但是呢 雖然後事辦好了 可是她沒有獲得好的超度 她希望有一個法會 她希望有一個好的超度 那她透過這個女生 剛好這個女生可能體質跟她有相近 所以呢 就附在身上把她的心面說出來 後來也因為這樣子 他們家真的就是在那個宮廟這邊 而且也到了現場那邊 又進行了一個超度的法會 然後等於說 後來整個超度法會做完之後 那公主才跟她媽媽說呢 這個事情算做完了 至少是一個對方彼此都滿意的一個ending 對 最好是好事一裝 最好是好事一裝